平时你会戴帽子吗 偶尔也会戴 但是基本如果出门的话 会戴上各色各样的假发 或者干脆就这样光头好了 在火车上我还经常会露出这个光头来 有人就问我说 抓着我的手 孩儿 你怎么了 你怎么能一个人出来呢 我说我为啥不能一个人出来呢 他说那你的化量成这样了 你家人不管你吗 我说阿姨 我这是天生的 我的身体特别重 你看看肌肉 我知道你还在医院做了一项检查 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就是这些检查 给了你一个很好的信心 对吗 是的 在做完检查的时候 大夫跟我说 当你结婚的时候 只要你的新郎是身体健康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你的孩子将不会和你一样的 所以你放心大胆去结婚 放心大胆成为妈妈吧 这么多幸福 突然都来到身边 我觉得好像 这个喜悦 微笑都不足以表达这个内心的快乐了 接下来还有一份祝福 用掌声欢迎她 她来到现场了 谢谢 我让你带到身边 我让你觉得 这样 zou saber 你像你这儿咖啡 我让你带一个 然后你带一个 在一起 我也想到你带一个 多少钱 lesunn 没关系 我叫段金 我是安然的 美国融合分部落 肚皮肤老师 尽管安然特别特别 怕影响我的工作 不想让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 我应该来给她加油打气 我特别喜欢她 老师她是什么时候 跟你一起来学 这个部落肚皮肤的 有一年的时间了 同学们和她一起跳舞的时候 你观察同学们的感受 是什么样 刚开始是好奇 但是后来都非常地愿意 跟安然交朋友 她平时是和同学们 融在一起的 非常融洽的那种关系 她特别地乐观 她散发出来的那种正能量 是很重结的 我对她认知更深一步的 有一件特别小特别小的事情 学习一个月当中 我没有看到任何女孩 能吃泡面吃一个月 我会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要吃泡面 吃这么长时间 她说段老师是这样 我胃不太好 我跟着你们天天 天天胡湿海塞的 你让我消化两天 但是我每次看到她 同学默默说 哎呦 段老师 那个安然好久了 要不我们再 带出去改善一下 她生活特别节制 她会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 花在她学习的上面去 包括她平时的穿衣打扮 这种DIY都是她自己 可能从生活上省下来的 一种状态去给她 剪上添花的 我觉得她很了不起 很自立